警戒配備電擊槍 辣椒水 還有手槍 全副武裝 台中捷運凱人事件 搞得市民人心惶惶 為了保護終結乘客 大批警力投入巡邏 加強維護 原本上班的高峰時段 應該人潮滿滿的月台 不過現在乘客數卻明顯減少 因為自從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不敢來捷運 不敢走警 就是會怕怕 但有警察就比較放心 巡弱員警在車廂內來回走動 就怕突發事件再度發生 22號一早7點各路警力前來支援 警釘車廂內可依的人事物 從各單位 保大 交大及各分局 要派警力支援 至少心理會比較安全 連約台上也佔滿捷運警察 就怕佈置車廂會有突發狀況 捷運內更需要隨時可以支援的警力 為了防止再有漢市發生 臺庄捷運警隊增加扶勤時數 從原本的十小時增加到十二小時 還提升公視性勤務 懸漏的班式更是提升將近一倍 最多可防護一百七十五車次 整體的護車比可達六成 希望能夠達到整個捷運的戰體 還有列車上都看得到警察 大捷運卻遇上商人事件 引起市民恐慌 加強警力維護 希望可以挽回乘客的信心 安心達成 華視新聞台中綜合報導 以及指指上